这是一部由真实妓女出演的精彩电影 故事发生在民国末年 农村人佟李氏丈夫被地主杀害 无依无靠的母女两个只能去京城投奔远方亲戚孙大妈 孙大妈嫌贫爱妇 本不打算收留母女两人 但看着女儿大乡身材容貌娇好 就假意收留母女二人 转天孙大妈就找到接溜子马三 以帮大乡去工厂找工作为由 将大乡交给了马三 严安之虎和村胡子两口子经营着一家妓院 马三轻车熟路的就将大乡带到了这里 严安之虎将大乡支出房外 他则和马三谈起了生意 这盆亮不亮啊 扎手不扎手啊 放心嘞 有麻烦不敢给您弄 弄点轻吗 他家里头就我个妈 老棺材容子了 什么也不懂 他们那底啊 香也吐包子 没得说 当家的 城上有什么事 全有我呢 兄弟 仔细活气啊 这个 干脆 一道黑的 那么搞搞吧 来 两人像卖身口一样比划完价格 马三收到了大乡卖身的现代 并告诉大乡卖身器就是劳务合同 哄偏不识字的大乡在上面恩手印 不久手下的几个姚姐回来吃午饭 胭脂虎按低盘问他们的业绩 都卖了几个铺了 我卖六个 我们一人一个 人家怎么卖六个啊 照你们这样混事 我怎么喝西北风啊 大乡在吃饭的时候一问其他人才知道 自己被卖到了纪远 崔胡子和胭脂虎先是耐心劝说 又拿出卖身器约胁迫 见大乡不为所动 崔胡子干脆使用武力 将大乡绑了起来 并皮鞭狠狠地抽打 另外一边马三也有一点口粮 哄骗大乡妈 在卖身器上面按了手印 胭脂虎又让自己的老公去强奸大乡 以此彻底击破大乡的心理防线 下店已经寒碜 最后又攻击起我的男人来了 这回你还说你是真天恋女吗 呸 天上来的下三懒 给你扔扔出去你得休息 干脆给我好好的下店 这回算饶了你了 就这样大乡被逼梁为超 沦为胭脂虎赚钱的工具 就会在这处着 这开张了吗 没有 首课没有 首课画不上 套话 等着天上给你掉下领呢 没开张吧 见课得活动着点 别让人家看史诗 你懂了吧 卖了多少了 卖两屋肠 怎么不卖铺啊 你是干什么的你 你奸身剩饭手 你呀 你吃不了香东西 张寡妇丈夫去世 孤儿寡母没有钱料理后事 摧胡子便放债给当寡妇 事后逼迫张寡妇做妓女 以偿还债务 那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账户呢 我是好人家的人 怎么能闹得这个礼 这年头啊 笑贫不笑唱 只要有钱 到哪都是大奶奶 面对崔胡子 凶神恶煞的逼债 张寡妇答应了此事 对了 往后这孩子不能往你屋里跑 也不能管你叫妈 要不然拢不住客 知道吗 妈 你妈死了 是李姐姐 孩子 往后你就管我叫姐姐吧 这天警察局来检查 并不是扫黄打黑 而是检查有没有黑妖姐 因为店里每一个姑娘 都是登记在册 每月要上缴利润分成 警察按照名册 逐一点名核实 大乡没有登记在册 因此被店员藏到房顶 但大乡感觉 警察应该是好人 就从房顶跳下来 跪在警察面前 警察于是将大乡 带到了警局 大乡母亲也到了警察局 天真的他们还不知道 警察其实和马三 崔胡子是穿一条裤子的 卖身器就是母女两人 签下的自愿卖身合同 是他们骗到我 我原先不知道 别矫情 能骗你进窑子 还能骗你打手印吗 他们说是 恶得别他们说了 你们俩别跟我玩这的活鸡子 这闺女放鹰 这事我们这经多了 就这样两个人 被警察定为诈骗罪 随后又强迫母亲 在检案书上画压 快点 送到法院起码判你两年出刑 下次再捣乱 抓住了被重瓣 你不可 孩子连回去 上了卷好好的混 妈呀 妈呀 孩子 孩子 结案以后 队长开心的数了数捉得上大款的钞票 他已经记不清 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 利用手中的权力颠倒黑白了 大乡母亲万念俱灰 于是心头一横 跳进了河里 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人生 大乡也遭到了催胡子的暴力殴打 甚至用了烙铁 暗恋大乡的同院工人小上 在大街上傲然间看到了去上班的大乡 于是就尾随大乡来到了寄院 小上告知其母亲已经自杀 于是两人商量逃跑 门外的催胡子听得一清二楚 于是大乡被吊起来打 质问其逃跑的是 最后胭脂虎告诉小上 要想带大乡出去 就必须拿六十县大乡 小上回到家 将父母棺材本拿了出来 凑齐了六十县大乡 交给了胭脂虎 大乡和小上就准备离开妓院 谁知半路被揭溜子马三拦下 诬赖小上拐骗大乡 你师父娘不是 你不说实话 我拿石灰融瞎你的眼睛 您这就不对了 你明明有爷们 还要跟这位先生走 干脆把这位先生打不走 你们两口都闹别扭 也把人家卷里头 那不行啊 收了我的钱 不让我接人行吗 我说大乡 咱们走 我呢 谁收人钱啊 给人推我去 我不知道 我亲手交给当家的了 不信你们问问他就 用不着问 我们家的事我不知道 有收条吗 有柜上的水印吗 简直他们想讹诈嘛 小上不仅没把人就出去 同时六十线大洋 还挨了一顿打 之前一上午 杰克六位的姚姐得病详情几天假 腌制虎不答应 并让其带病上宫 可是客人不傻 不愿意付钱 于是腌制虎用烙铁 给其放农治病 姚姐痛晕 胭脂虎便将 姚姐放进棺材里扔掉 所有的女人都备份交加 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女人就是工具 影响到赚钱 胭脂虎会毫不手软 不久解放军打入北平 北平解放了 马三被人民警察抓捕 胭脂虎还盘算着 继续靠窑子赚钱 朝来拜也没听说过 不许开窑子 往后衙门口多走动走动 把这几个小伙子哄好喽 咱们这窑子还照旧的开呢 就会在那里面 我看上了